大家好 我是Yinan 都市夢與這MOD真好玩 算是無劇情MOD中的高質量 當這MOD給的數月太難用啦 數月強 不能用著強 這次戰鬥夢境之組是吸血鬼 比伊莲娜还能吸 舞台开启时 所有角色获得星红瘟疫 星红瘟疫 这东西逆天啊 每过10秒变成数加1 每20层死之症受到伤害与混乱伤害加10% 这东西达到100层 相当于全体被挂上了10层烟气 最大的问题是 瘟疫感染体无法被杀死 他们只为所一血无法行动 梦境之主放阶段后 瘟疫感染体为盲血 梦境之主第一阶段 不会攻击 只会使用辅助输液 战争斗后最大的问题是 被打到会掉很多血 为了解决一些血掉的快的问题 我们直接使用烟气 这样被打到就直接死 就不怕血回不上来了 干燃体输液点数不大 但第一buff还挺多的 有时候会使用特殊输液 里面投资不消耗掉 下回会使用AOE折磨你 适量的攻击 梦境之舞每隔三回会使用AOE 7-24的清爽 点数挺小的 非常好挡 说起来这战斗最麻烦的还是限制思考 每隔10秒对面还会回血 输液用的慢对面打着就又满血了 3-4的清爽 3-4的清爽 梦境之舞进入二阶段 不再使用辅助输液 这回合她的交锋输液比较难挡 好在该输液没啥低buff 刚才安提都回满血了 我们用落幕中取压制加血量 5-4的清爽 光一個腦腸AOE完全不夠 這回哨舞可以發力了 迪亞哥表示也要發力了 MICHELAOE 三回是我故意啦 拿上收復的憤怒 我们的少能直接碾在对面 梦境之主进入三阶段 他分裂成了五个 只有一个是真的 该阶段只会持续一回合 所有分身都会使用防击头子 免疫AOE 拼点时不受威力影响 而且点数还大 能不能一次过还得看运气 免疫AOE 上回的招决斗之武背叛 一个分身都没杀死 梦境之主重新复活 复活后的血量和上回的所有分身血量有关 我们来个AOE把钢毡体全秒了 第一次进入叛 别个来咯 送梦境之主进入三阶段 你们猜猜哪个是真的 运气好就直接结束了 我没猜对直接跳过吧 我去找梦境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